千年级别低往里 你觉得有可能吗 30秒教你鉴定翡翠真假 哎丫头 我们普通人怎么去鉴定翡翠的真假啊 这不是很简单吗 去前卫机构就好了呀 但是没有复检的条件 怎么办呢 最近怎么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给你们总结三点 最后一点尤其重要 第一 真莫压手 真的A或翡翠放在手上 有明显的重要感 不像冰或手朵 感觉轻飘飘的 上手感觉毫无压手感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玻璃瓶的香水 跟塑料管的口红 对比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吗 第二个方法以观见影 真的翡翠手朵 它表面有油脂光泽 有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玻璃光泽的感觉 如果是冰或手朵 它怎么看都是暗淡无光 你们看到了没 怎么抛光的话 它都有一层雾骨的感觉 简单的来说 会发光的就是A或手朵 不会发光的就是B或手朵 第三种方法 以价变硬 市面上的翡翠种水分为 豆种 莫种 冰种 玻璃种 不同的种类 对应不同的价格 如果你一千块钱 就能买到我们的帝王鱼 那恭喜你 买到假货没跑了 那不同的种水对应什么价格啊 关于这个问题 下期再说 收工